中央雷星王 起离世界 我是秀源大牌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其实每一年 这个北水处 也就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康 比如说你们家是不是换新水表了呢 然后你家是不是有漏水呢 然后都会有专人帮你处理 或者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补助消息等等 但是我一年最期待的 就是圣诞节这个时候了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北水处的助理管理师 也就是陈英玲 哈喽 英玲你好 嗨 衣秀源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应玲 应玲说最近开始很忙很忙 对不对 是 因为大家圣诞节要到了 我们最大自来水源区的 年岁木年终一大盛事 就是公馆圣诞季 所以你现在其实在晚上布置的时候呢 就已经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 这个晚上的圣诞夜景了 对吗 是 如果听众朋友有路过 我们公馆地区的话 晚上也许就看得到我们在试灯 然后晚上有三大的装置 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其实我每一年都好期待 而且周边也有很多好康的活动 店家等等 还有一些 这个就是网美的拍照景点等等 其实北水处是一个 就是这个我们的花园 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地址 然后我们在什么地方 会什么时间开始 好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今年我们公馆圣诞季其实已经迈入是第十二届了 我们今年活动主题是水泊新祝福 我们活动期间呢 从2月3号礼拜六到12月31号礼拜六为止 那这个一个月的期间呢 我们自来水源区平常只有开到五点就营业截止 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就是有加强圣诞装置的部分 会一直营业到晚上八点 那售票至晚上七点 那这段期间也有举办非常多系列的好康活动 那每一年其实都有例行举办一个圣诞音乐会 今年会在十二月二十四号 圣诞夜 平安夜的时候 下午的三点到六点 我们会举办一个圣诞音乐会 那每次也都获得很多民众的好评 那每年都有将近破万的人次来参加 那希望也是大家来园区的同时 也可以到我们公馆商圈多逛逛 是所以从十二月三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然后就是这整个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少两天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可以先预约一些活动 或者是说其实买门票要先订吗 不用 其实我们门票都到现场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那我们冬季的门票也非常的便宜 全票五十元 不能讲价钱 没关系 不过其实这个算是公益活动 等于我们也是让大家有了解一下 其实是非常便宜大碗 可以好好的去游赏一下 那其实我们就了解到说每一年从几月开始 你们就准备了 对不对 七八月就开始了 其实七八月所以我们在忙台北清水节 包括清水节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那就取消大型活动 但是还是有开放我们的水箱庭园系水区 那圣诞季约末都是在九月十月开始规划 至少要三个月 真的没错 那刚刚也因为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报导说 其实十二月一号开始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户外 户外 所以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户外的景点 大家来的时候圣诞季刚好就可以在我们园区拍照打卡 其实是可以脱下口罩这样子比较方便大家游玩 所以刚刚其实特别讲到就是我们其实用一个 就是很舒服的平易近人的清明的票价 就可以进去玩一整天 那通常呢大家就会散步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在公管区 然后可以也吃喝玩乐一起去 去整天都待在那里了 那今年我想了解一下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设施跟活动好不好 好在公管圣诞季这个围期 大概四周的时间内 我们在自来水源区都有圣诞的灯光 跟缤纷的花会造景 那白天其实来圆区呢也不用担心没东西看哦 其实我们有博物馆的导览之外 也有加设很多的圣诞红的布置啊 导览是不是需要预约 导览的话有团体的话必须要预约 那如果是一般的自由型的散客的话 其实十点可以停一场两点也可以停一场 这个是固定的场子 对固定场子可以自由参加 那团体是需要先向我们线上预约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花 我们入园的那个33米长的景观植栽墙 33米有这么长哦 很长哦 然后那个景观池就会全部换新装 上面的花都是新的 都是圣诞节的气氛 还有做出迷路可爱的造型 好待会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就是 助理管理师也就是应玲 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他们这次花费了好多的心思 就是希望你有一个美丽的圣诞节 我们来听听JS的回忆的圣诞节 送我来新网启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大家身边的好朋友 也就是北水处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助理管理师的这个陈英玲 应玲刚刚给我们带来了 好多好消息 从12月3号开始 一路到12月底 也就是已经跨年了 那一天仍然是会有 非常漂亮的圣诞灯饰 加跨年灯饰 应该算是这样对不对 因为12月31号还有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 先把时间预留一下 可以好好去这边走一走 因为公管设定区真的非常的热闹 好我们刚刚上一段的时候 请这个应玲帮我们介绍了 就是说北水处 今年的一些活动对吗 然后还有一些特色 是不是可以继续跟我们讲讲 因为每一年都在办的时候 你们真的要绞尽脑汁 今年要跟去年不一样 今年要比去年更好 好还要更好 所以这是无限往上叠加 对好那再来就是关于我们今年圣诞季的灯光啊 其实跟往年比起来是加码非常的多的哦 我们今年其实在公管商圈啊 12月会非常的热闹 首先其实官船局也有设置一个夜旦爱无限的灯式的造景 时间跟我们公管圣诞季是一样的 那都沿着新的深南路 就会摆放这些大型的网美圣诞灯 营造这些光环环境 那其实我们园区也不落人后 我们当然是透过我们自来水的特色啊 在水池那边放了一个一些水波灯 然后水波球这样子可以变色 映照出这些美丽的灯光 那另外有三大的拍照主灯是闪耀叮当门 还有巨型的圣诞帽跟星光隧道 其实这些灯式啊搭配我们园区最有特色的百年古迹 自来水博物馆 这些是其他地方拍不到的美景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参观哦 对我刚刚还问应玲 我说每个地方都有一颗大圣诞树 她说我们不要圣诞树 因为我们的灯就吓死人 对不对 因为今年的这个就是清水节没有办嘛 所有预算移过来 是不是 都跟他拼了 跟他拼了 所以其实这段期间 我们除了周一休元之外 每天都是有开放到晚上八点的哦 所以这个从12月3号就开始了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 那听起来真的很厉害 那但是我们去年好像很多的市民朋友 就是拿到了你们的大奖 因为每一年都有抽奖 而且抽的还蛮多的 然后其实这个APP也很好用了 所以是不是告诉我们 今年其实大家可以有哪些好康 好 今年呢我们圣诞季 一样会跟以往一样 跟公管商圈协会来合作 那其实只要在我们的商圈 只要进我们园区购票进来入园之后 我们就会发一个急张寻宝卡 这个寻宝卡呢 你只要拿到之后在园区挤满三个印章 然后在最后呢 再到我们公管商圈任一个店家做完成消费 消费上传拍照给我们认证之后呢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游戏机啊 蓝牙耳机啊 还有一些知名的餐券 跟一个超商的礼物卡这些活动 这个很厉害 因为刚刚其实他讲的这些游戏机什么 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超行的耳机 这些都是非常高档 而且缺货很难买的 所以大家一听大家就知道 是什么样的这些好康了 就是赶快 那抽奖难不难呢 就除了急张之外 其实不难 而且一入园啊 我们现在就会发给一个公管商圈的折价券 你去吃 就是只要是有跟你们合作的商店都可以 我们就是会有募集一些公管商家 有意愿的请他提供一些折价券 那可以直接失去就直接现场做抵用 那只要完成任意消费 我们消费还没有门槛 你只要拍照认证 有出事看得出是商家 是我们公管商圈的店家 然后有这个寻包卡的编号 有集满三个印章 这样子我们就认定 你可以符合抽奖资格 所以真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寻宝的意思了 是不是 我可以跑最近的三间 先来了以后 然后再去跑其他的家 但是你就可以有抽奖机会 抽奖机会多吗 就是有一次还是几次 我们每个人是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来 每天都来一次 拿到一张寻宝卡 你有完成所有任务的话 拍照上传 我们也让你抽 就是来越多次 越有多机会抽中 是哦 所以我记得其实之前 你们还是有一些网路上的活动 就是今天抽完了以后 明天再抽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 就大家就觉得 这种奖真的不是离我们太遥远的事情 所以其实像这些大奖 大家都有可能可以拿得到 然后参观完园区 然后到公馆去吃喝 你常常在这个公馆周边 然后又在这个博物馆的附近 你会推荐大家 如果说必须要逛的几家店家 你们有些什么类型 有分别吗 或者是说 比如说你们照相的时候有分 我记得往年是有分红色蓝色黄色绿色什么 是不是 去年的话是三张颜色的海报 但是我们没有特别说店家哪些类型是什么颜色 我们那时候是随机的 大家自己去寻找 那我们这次合作店家呢 餐饮类的是占大中 就是饮料啊 用餐类的 那当然有些服饰类的啊 还有一些运动用品 其实公馆也蛮多运动用品店的 那大家其实公馆商圈真的应有尽有啦 所以很欢迎大家来逛园区的同时 然后结束后又到公馆商圈在说休息吃喝玩乐 那你平常会吃些什么 或者说你觉得你一定要推荐的找个三家 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可以不同的比如说饮料啊 或者是说其实你觉得你中午便当都吃哪里啊 我中午便当自己带 你要给人家一点钱赚吗 虽然我们都知道公馆商圈的生意已经蛮好了 但你觉得疫情过后 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生意都回流了 更热闹了 有其实最近有观察到疫情 逐渐大家习惯跟病毒共存了啦 那大家也慢慢国境也解封了 国律也越来越复苏 所以其实公馆商圈这边 我们真的要多去帮助商圈来做一些促销啊 推广 所以我们这个园区当然是要跟 多推荐一些很棒很棒的商家 这个就是一个共融的观念 就是如果你们好我们也好 所以大家就一起好 但我们也希望其实我们用这个新台币 把他们服的稳稳的 就是因为平常真的疫情期间 大家都不好做 现在开始慢慢解封了以后呢 也希望大家其实都能够支持这些 坚持下来的很多的好朋友们 让他们能够更持续的做一些好东西 来为我们来奉献一下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水泊心愿牌 这个是蛮特别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往日本跑了 对不对 日本人山人海呢 其实因为其实我们自来水博物馆 以前也是日本人盖的 当初就是做 由日本人从英国留学回来 盖了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 那其实我们在符合今年的主题 水博新祝福 以祝福为主轴 所以我们今年圣诞季呢 就是在园区设了一个 25公尺长的心愿墙 只要在我们园区呢 拍照打卡之后 就可以获得一个木 很精致的一个木板的一个心愿牌 上面有印制我们水博馆的图腾 那这时候民众就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啊 祝福写在上面 再挂上我们心愿墙上面 等于就是一个送给大家一个把爱传下去的一个圣诞节的象征 对 就是很像人家日本人 其实你不管是去哪里这个拜庙求祝福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幸运签 幸运牌这样的 就是那这个幸运牌 我如果觉得 哎呀 木指的又这么好 我把它带回家挂 应该也是有人是做这些事 好 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持续跟大家讲 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 马上回来 中文雷新王 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 我们台北自来水事业处的助理管理师 也就是陈应玲 应玲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今年2022年的公馆圣诞季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水处的园区里面 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灯火灿烂 所以今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拍照的地方 对吧 是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请应玲 继续帮我们这个讲一下 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园区里面的抽奖活动 还有新愿墙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这个吃好康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那接下来我就分享三个 我们比较重点的活动 第一个首先 我们其实大家都有来过园区的也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神秘的秘境古迹景点 叫做地下号称台版的地下水供电 就是观音山蓄水池 这个很厉害 对 他从2018年开始开放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星辰名额都是秒杀的 那今年圣诞季 我们就听到广大民众的心声在敲碗 所以我们就加开了这个圣诞场次的自由行的家场导览观音山蓄水池 自由行 自由行 因为以前有些名额是给旅行社 没错没错 OK 自己来 但是还是会有导览 会会 有我们会有导览老师 那我们会在12月2号的上午10点开放 小心哦 要秒杀哦 会秒杀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家场的场次呢会在下午的假日的下午三点半 那详细的家场日期还是到我们官网搜寻为准 那这样的行程呢大家会想说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平常不是也可以订票或是拿号码牌吗 其实我们圣诞季呢就是会送大家神秘的小礼包哦 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实用的礼物 而且每天都用得到 对 就先不透露了 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好 因为就是你要有来你才能拆这个小礼包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来呢 其实现在报给你你应该也没兴趣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每天都可以用到 而且非常实际 这北水处的成本就非常高放上去 他就说今年没有打算要赚各位任何钱 我们只要是快快乐乐的把它做完 过一个圣诞佳节 对然后让大家其实都觉得非常满意 这样子就是你们的心愿了 对吧 那12月17号也就是12月18号 这个是周末嘛 对 还有跟很多的同学来合作 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们自来水源区是位于台北市的中正区 那依照往例我们其实也跟很多的各大的学校 学生都关系都蛮良好也很密切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一些全国试赛啊 表音乐比赛表演 成绩很杰出的团队来参加我们的艺文的户外表演 那今年很特别是我一口气就号召了六间学校来演出 哦好强大 对其实有长期支持我们圣诞季的那个在地学校 像是南门国中宏道国中大安国中中正国中北一女中 那今年还有新的生力军啊至亲国小 其实这次横跨了国小国中高中 真的耶这个年龄层跨的蛮大的 但是我有发现一点就是他们这个时间应该是周末在放假 他们愿意来哦 是是没错非常感谢这些学生 因为他们真的是平常很辛苦的练习 也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出来 那博物馆非常典雅的一个背景 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来表演的一个很好的舞台 那我们也很诚挚的邀请大家来演出 那双方其实都有互惠的效果互相加成 那表演的内容大概是些什么呢 都是交响管弦乐团弦乐团的演出 那他们会准备圣诞相关的乐曲 跟大家献上一些圣诞的祝福 你说的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传统的表演 就是我们每一次每一年的表演的 那是不是同学的呢 同学的也是要表演乐曲 也是管弦乐哦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都是艺文的演出 哦真的 因为我知道每一年其实都有那个大师 就是童馆舞重座的叶树涵老师嘛 然后他每一年都会来做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出 那今年也是有吗 有再来就是没错 秀元姐讲的重头戏就是在我们的12月24日平安夜会登场一个圣诞音乐会 那其实来过的人都知道这是我们最大公管圣诞季最重要的表演节目哦 这个就是都邀请我们师大的教授叶树涵教授 那率领我们的师大管乐队来到我们现场做演出 那在三点到六点的时候当天其实远区是全日都免费入园的哦 哦连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小小的钱都不要了 对对没错 然后我们也延续去年 因为去年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增加了那个线上live直播的部分 那今年如果民众有疑虑的话呢 其实也不用担心人挤人或是受限于地区 同样在网路上也可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音乐会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给大家所有人的福利 但是很少有人其实真的会去努力的去看一下 这个北水处最近在做什么活动啊 就是比较相关的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我最近对北水处特别关注 是因为他们告诉大家 比如说你家里其实水费突然高了 那就是漏水嘛 那漏水你就可以找专人 如果说其实有找人来维修以后 你还可以报这个维修的费用等等 我就是因为这样去检查了我们家所有的马桶 真的有漏水 真的然后你就会觉得 其实真的钱到底也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是你浪费了很多水资源 那在这个北水处呢 其实每一年也都借由这样的机会 就充分告诉我们水的奥妙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有一些什么映照啊 然后有一些什么灯光 你刚刚说那个坡球是在水池上面吗 在水池上哦 在我们入门口的那个景观池 就有15颗的那个水波球 它是会自己发光的水灯 就是一个灯啦 太阳能充电的这种 不是不是它是有接电的 所以它是串在一起会一直变七彩的颜色 OK 所以这个晚上看很好看 那白天看起来呢 就是也是蛮有意思的 白天看起来就是大家来看一颗一颗很大的一个白色的球 也是一个不会冲突啦 就是会注意在那边 但是感觉像是那个水池上的泡泡的那种味道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因为往年呢 其实我们都有看到那个很多的公告上面 好多人他们把他自己拍照的东西就拿出来跟你们分享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看美拍到底要怎么拍 然后导览其实也很有意思 尤其是古迹的导览 对不对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 其实想当年日本人来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你们的什么科长 其实有特别来 对对是主任 或者是他们有来分享一下 这个博物馆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部分 通常这样的一次导览大概多长时间 我们博物馆的导览大约是30到40分钟一场 那我们平常其实六日也有做一个蓄水时的定时导览 那个就50分钟到一小时 因为那个蓄水池是好水碳密的部分吗 也不一样 我们其实有分两种 蓄水池 一个蓄水池有两个导览的方式 一个是我们假日可现场可以领号码牌 第二个是好水碳密可以线上订票 好我们下一段再来好好聊一聊 马上回来 春回来新网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北水处助理管理师也就是陈英玲 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好多圣诞节这个节期 也就是这一个月 有好多的好康在我们的北水处的园区 那么特别请英玲再帮我们讲一下说 其实还有一个是非常吸引大家注意 就是公益市集 对不对 是没错 其实像国外蛮多圣诞节的时候 都会搭配耶诞市集 那在我们其实公馆圣诞季最大的活动日 音乐会当天是很多人潮聚集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想透过这些的人潮呢 来举办一个公益市集 那可以 我们是有邀请了庇护工厂 还有社福团体来园区呢 销售一些爱心商品啊 点心饮料 那如果民众来听音乐会 又可以逛街购买这些商品的话 又可以帮助到身心障碍者 其实很符合我们今年的圣诞季的主题 就是要把祝福啊跟爱送给大家 那我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那边会特别热闹嘛 那停车应该会有困难吧 停车对 所以我们其实资来水园区呢 一直都是很靠近我们公馆捷运站的 那所以非常建议大家来参观游玩的时候呢 可以搭大众交通工具 那捷运啊公车啊都可以 那园区周边也有一些停车场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来停车 但是还是建议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对啦因为其实你看 你如果开一个大车进来 但是人山人海走路都有困难的时候 那你如果说要停一样车 你可能大半的时间都消费在那里了 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 已经开始打电话想要了解 到底应该怎么样订这些票啊 然后预约导卵啊等等的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中广小美女的电话 02-2500-5566 相关讯息我们会请我们的中广小美女 再转给应铃这边 然后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去看你们应该要怎么样玩法 那通常其实你们往年这么多热闹的这个活动 其实不是只有大台北地区 对不对 很多中南部来的朋友是吗 是如果是中南部来的朋友呢 我再总结一下我们的地点的位置 我们自来水源区的举办这个公馆圣诞季地址 是在中正区思源街1号 那其实搜寻我们自来水源区或自来水博物馆导航 是会比较精准的 那营业活动期间的营业时间呢 除了每周一休员之外 是每天都从上午9点营业到晚上8点 那售票至晚上7点 那这期间都有很漂亮的灯光装饰啊 还有圣诞花会和艺文表演跟活动 那我们刚刚其实讲的市集是每天都有 还是只有周末 市集是只有24号 12月24号当天才有哦 所以刚刚其实应铃有讲说 他们家的长官 其实一直很想办一个像这个 就是欧洲国家 他们每一年不管是在阿姆斯特丹啊 或者是在这个就是各种多纳河派呢等等 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圣诞市集 所以以后我们其实北水处也在朝这个方向 向来计划是规划对不对 只有一天稍微有点短了一点 慢慢来我们先从一天然后再慢慢加长 但是其实这一次非常有意思是主要是公益活动 让这些弱势家庭他们可以得到辅助 是没错 其实公益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希望把爱送给大家啦 那也是一个祝福我们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是弱势团体 他们都需要我们多多的关注他们 那另外还有一些粉丝专页上面会有定期的抽奖贴文 这个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是如果其实这些活动我们是不定期都会发布在我们的 自来水源区的粉丝专页 所以更多详细的讯息都直接在FB上面搜寻 我们自来水源区就可以查询到 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这次去拍了几张绝佳的美照 我就可以上去分享 可以啊非常欢迎来打卡 我们就可以有那个就打卡之外可以抽奖 可以抽奖 我们都在规划活动中 所以详情还是我们陆续会发布 好因为现在呢 其实大概离我们的正确的时间 大概还有就几天了 就几天了 所以大家这几天呢 这个关注一下北水处 因为刚刚应玲说他待会还要赶回园区 对不对 今天还请了摄影师 还请了这个就是园艺造景 模特儿 要拍一个美照给大家看到 那今年其实你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一些周边的商品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文创商品做得很好 我们的周边商品 杯子啊这些东西 我们今年就是配合那个 好水探命的行程 有特制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专属的礼品 那这个礼品的话 大家也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 到时候可以 我可能就会发布在我们 我们也是官方网站上面 好其实今天呢 这个应玲特别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像说从12月3号开始 一直到12月31号 就是跨年了啦 所以在整个这个圣诞跟 就是新年的前后这段时间呢 其实去北水处 都可以欣赏到这些美景 但是31号就会拆掉这灯了吗 有在考虑应该延续一下吗 应该不会这么快 但是大家还是把握时间啦 因为这是期间限定的 主要是为了圣诞节 但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其实大家有经过 或者说有意思要来这个热闹的公馆商圈 毕竟它是一个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然后就其实又选择很多的地方 所以一样应该可以有非常美好的景致打 但是我现在问其实也早了 说不定那个跨年的时候 你们又有活动 又有别的活动 对啊 各地都在有举办 对 其实不同的节庆 有不同的应景的方式 但是北水处从来没有缺席过 每一场的这个热闹的活动 所以我们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 我们北水处的一些活动 那么讲到这一点呢 其实在平常呢 我们也要请大家就是节约用水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今年 听说这个水有中南部啦 有不够的可能性对吧 还是台风都不进来嘛 雨量少 今年冬天应该是比较少下雨的啦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用水充足 那目前水处都有持续在宣导 要节水的部分 其实在活动当天 我们会有一些节水车的宣导 这些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带着爸妈 带着小孩来了解这些用水的知识 对其实你知道吗 你就是大家一起来省一省 一个月是省不少 而且最重要是你要知道 万一要缺水的时候 是民不聊生 所以水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的好帮手 跟生命的契机源头 再一次谢谢应玲 谢谢 百忙当中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精彩的活动 记得要来哦 好我们来听听 许若瑄的蓝色圣诞节 四点十五二全主持的美食来哈啦